康明凯被捕因工作没备案,学者指康成梦案关键筹码,现任国际危机组织东北亚高级顾问,得康明凯周一10日例行到访北京时遭国保人员拘押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小图,指康明凯任职的组织设在中国非法活动,但未有透露他的现况。 康明凯Facebook图片,中共外交部官网图片拍摄日期不详,康明凯的推特账户最后一篇推文,是关于朝鲜的研究评论,康明凯推特截图,加拿大前外交官员康明凯,在北京被神秘扣押有新进展。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周三12日,表示康明凯现职的国际危机组织在中国无备案,设在中国非法活动,但中方拒绝透露,康明凯目前状况新惊爆。 周三晚上,引述消息,报道康明凯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有大陆学者认为,中方此举是暴富加拿大,协助美国拘捕孟晚舟,预料康明凯将成家国政府释放孟晚舟的关键筹码。 由于中家外交风波升级,由指每家政府拟向国民发出到中国旅游的风险指引秦小言报道,加拿大政府周二十一日正式出任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东北亚高级顾问的前外交官,康明凯,在北京被捕据外媒报道,康明凯是在周一晚十日例行到访北京时被国安部人员带, 周有指他因撰写一份关于朝鲜的报告底部后,即被中方扣押现实状况不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关注,事件政府会严肃处理,即与中方保持联络,并向康明凯的家属,提供协助公共安全部长古德尔则称,目前正确认康明凯在北京被扣押的原因,会尽力维护公民的安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对事件表示关注,敦促中国停止一切形势的任意拘留。 中国外交外发言人陆康,周三十二日出席例行记者会时表示, 康明凯任职的国际危机组织在中国并无备案,涉嫌违反去年新修订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但他拒绝透露康明凯目前状况。 陆康说,我在这儿,现在没有可以向你提供的情况,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也请你放心,中国相关部门肯定会依法依规来处理。 据了解ICG国际危机组织在中国并没有备案,那么如果没有备案,它的人员在中国从事活动就已经触犯和违反了去年刚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虽然加拿大政府指今次事件,但无明确证据显示,与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有关,但时机巧合在孟晚舟的保释灵讯结案前发生加上中方多次向加国发出放人警告,引起外界猜测,曾以康明凯共事的加拿大前驻华大使照片,接受外媒访问时,称相信事件与孟。 晚舟案有关指康明凯或会被控间谍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向本台表示,2010年在钓鱼岛的中日撞船事件,与康明凯被捕一事。 很相似当年中国政府抗议日本拘捕中国船员无效拘捕了四名在华日本人,迫使日本妥协两国互相放人故他相信中方拘捕康明凯,以为协家国释放孟晚舟。 否则中家关系肯定加剧恶化。 梁云祥说,我觉得可能有点政治原因,中国对加拿大肯定有严重的不满释助通过这个来施加压力。 所以下一步要看这个孟晚舟的事怎么处理,如果说不会引渡到美国,只是中家之间的事情得到一个缓点,那当然对康明凯也会适当的宽容一些。 但如果说把孟晚舟引渡到美国了那这个事儿,弄到越来越严重,那中国肯定会特别恨加拿大,对康明凯可能就惩罚的严厉。 一点梁云祥又透露,中方近年对境内的非政府组织严密监控,过去相安无事不代表中方不知情。 例如这次中方针对加国正好有理由,向康明凯出手报复加拿大梁云祥说,实际上已经收紧了在这几年也就是说,外国成立的组织,机构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在中国政府的控制范围内知道但是什么时候处理,要怎么处理。 也正好这次要处理加拿大这方面,所以就选中了加拿大这个人,我相信以前早已经有所掌控不可能说,现在正好处理,就去抓他可能抓他也得有点证据吧,也要找些理由吧。 如果说认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说这个组织进行了非法活动,那不排除判刑的可能性。 大陆维权律师莫少廷一说过去显有类似案例,但应指涉行政责任被罚款,以中方的举措来看,不排除康明凯,或会被指令涉其他罪名,需由加国政府查明康明凯是否被刑事羁押。 莫少廷说,特别是国外来中国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不只是被案他应该要通过合者同意才能成立,才能在中国从事一些非政府组织活动,现在原则上是行政责任。 按理说加拿大的使领馆应该再得到中国方面的通知,要看看通知内容,其中有包括对他羁押是采取什么的法律手续,如果他的羁押是刑事拘留,就可能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据外媒报道,由于中加关系急转直下,加国政府考虑上调国民到中国的风险警示,令美国国务院一拟向到中国旅游或公干,把公民发出新的旅游指引,提醒他们中国可能就加拿大因应美国要求扣留孟晚舟而做出报复。 康明凯曾任加拿大驻北京和香港的外交官,去年在国际危机组织工作,撰写有关朝鲜及中国等东北亚国家安全议题评论他的推特账户,最后一篇推文,就是关于朝鲜的研究报道。